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学入口试验这套系统 由旺美宜带我们去看 现在使用各条隧道的自动收费系统 都需要在车头加上一张电脑卡 不过 迟些车主就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研究人员现在终于研究了一套电脑软件 教式电脑认车牌 只需要事前将车牌的资料输入电脑 电脑就可以辨认到 科大在这个月开始 在大学入口试验这套系统 好像我们的采访车来到 研究人员先将车牌输入电脑 当采访车洗入 在闸口的摄影机 就会将车辆影像输入电脑 电脑就会由上片中 找出车牌 然后辨认出来 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两秒 我们的采访车已经做了登记 当然通行无助 研究人员说 这个系统成功率有95% 除了双行的车牌 一般英文和阿拉伯字母 都难到这个电脑式软件 车牌很多时都是 字和字之间都是铁住的 要找一些方法将它切割出来 两行的 有些上下有的 就经常会出问题 研究人员 后来就会为这部电脑 加上音效卡和喇叭 当有车辆出入的时间 电脑辨认到车牌号码 就会出声 告诉保安人员 这两究竟是教识员 学生 还是访客的车辆 是否可以进入 科大 但迟些会考虑将大闸 连接到这个系统 到时 车辆出入 就会全部自动化 李春茂说 这套系统可以应用在隧道 停车场的入口 甚至记录巴士的路线 他又说 装设这套系统需要十多万 上海的货柜码头 用了这套系统灌连 效果不错 他们已经向政府申请专利 希望这个系统将来大派用场 有线电视记者黄美宜报导